世界華人工商婦女氣管協會 13日在台北市舉辦年會 年會由總會長黎淑英主持 總統蔡英文由喬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欣欣陪同出席致議 經濟部長沈榮晶 創會總會長柯杜瑞晴 榮譽總會長施鍋鳳朱 及來自全球五大洲26個國家65個分會 近700名會員反台參與盛會 總統致詞表示參加過很多典禮 但從來沒見過這麼多傑出美麗熱情的 女企業家歡聚一堂令人高興 她特別邀請釋華會員一起回來投資台灣 尤其是最前瞻最有發展空間的創新產業 在座的釋華姐妹不但都是各自在商場上 在職場上都有傑出的成就 更可貴的是大家透過釋華的組織 維繫了全球僑商婦女間的情誼 姐妹間的互助合作 熱衷慈善公益活動 也積極協助台灣深化 跟世界各國的經貿交流 過去這兩年多以來 臺灣的經濟表現相當不錯 各項經濟指標都在變好 就在國慶的前一天 國際貨幣基金也剛剛發佈 調高了今年跟明年兩年 臺灣經濟成長率的預期預估值 不僅整體數據也表現得不錯 國內外許多大型企業都加動了在臺灣的投資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 也跟各位做一個請求 請各位把握機會 能夠在這個時候回來臺灣投資 讓臺灣更好 吳欣欣表示 世華姐妹都是傑出女性 傑出領導人及企業家 這也顯示 中華民國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 不分性別在每個領域分頭並進 過去這兩年我親眼看到也參加 很多我們世華姐妹的活動 不管是峰會的活動 總會的活動 做慈善事業捐贈的活動 我都看到 我覺得我們世華所有的姐妹 不但企業經營成功 人美西更美 特別是最近 這一個我要感謝我們世華 這一個在黎智英總會長的代理下 捐了100萬台幣給我們僑委會的 提供給太北緬甸天鄉地區的華文教師的 這樣的一個補助 另外也要謝謝我們可杜創會總會長 他也跟進也捐了100萬台幣 經濟部長沈榮金則表示 經濟部將提供專案專人客製化服務 協助有意願投資台灣的僑台商 解決五缺等問題 美中貓咪摩擦後 我們這些台商略促都在時刻 現在接下去是不是有一些要回來 回來這裡 經濟部會把武器裡面 水、電、土地、人材、勞工 這我們都會來跟大家協助 我要求我們同學的同仁 要去打電話把這些台商 要回來 我們都專案、專人 客製化服務 李淑英提到 只要台灣需要幫助 每個釋華會員都義不容辭 今年年會主軸是鑽石 象徵釋華姐妹就像高貴美麗的鑽石 在全球發光發亮 十月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光輝十月 很多的姊妹們、僑領、僑胞們 都回來慶祝我們中華民國的生日 尤其是海外的 我自己也是海外的僑領 那我去參加活動 都看到很多我們很愛國家的姊妹們 我們這一次的世界大會三天 也是排去花蓮的愛心之旅 我們從上村民運總會長那一任 跟我們的施鍋民運總會長 連我這次三年都去花蓮旅遊 但是我們這一次不用 我們這一次是愛的旅遊 施華婦女會年會將舉辦 第七屆華冠獎頒獎典禮 表揚十位成功女企業家 喬悟電子報報導 多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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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